嘿大家好,我是小雄,我是小雄,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今天要先來的推廣給各位Bob們一款最近非常非常非常夯 因為非常夯,所以要說三次一款非常夯的一款日系首語遊戲 叫做Medical Studio,Medical物語 那這一款遊戲,最近Bob們應該可以在一些平面媒體上 像是Bahameter,或者是一些包商雜誌 包商雜誌應該是不會有 或者是電視廣告上面看到這一款遊戲 那其實我看到還蠻感動的 因為在台版出之前,我就有在玩日版,玩了一個多月 那那時候其實有想要推廣這款遊戲 但是通常聽到這款遊戲的人就跟我講說 日文的,我看不懂日文 我不是像你一樣是個日文仔,看不懂日文,還想玩日文遊戲 等那種人,或者是他們會覺得這款遊戲的形式 會覺得像是Dota之類 但是這款遊戲跟Dota一點都沒有關係 而且它的劇情,我覺得它的劇情不管是畫風 還是一些角色上的設定 或者是一些遊戲內容的設定 我覺得遠遠都高於Dota 我看現在大家都在玩Dota,我要改變世界 以後我要看到,走在路上都要看到別人都要玩這款遊戲 這款遊戲真的很好玩 那,為什麼沙啞了?是因為感動到沙啞了嗎? 咳咳,咳咳,好多了 那這款遊戲它特別的地方就在 我等一下要玩給你們看 你們就知道它到底好在哪裡 那Bob們現在應該可以看到我的主畫面上面 有兩個應用程式 一個是日版,一個是中文版 那我今天先試玩中文版 然後再給Bob們看一下我日版的帳號 我兩個帳號都有在玩 如果Bob們想加我的話 我兩個帳號都會給你們看我的ID是什麼 你們就加我吧 好啦,那我先來打開我們的中文版的應用程式 這款遊戲它有趣的地方就在於 它的劇情非常非常的可愛 因為它是一款純日系的遊戲 所以它裡面不管是Dialog Dialog就是對話 還是一些角色上的設定啊 劇情之間的對話都非常非常的可愛 尤其是主人公,一整個天然呆 而且主人公他有時候會講一些莫名其妙的話 他有時候會跟我們 對,跟我們講話 那他旁邊的隊友就完全聽不懂 他到底在跟誰說話 所以我覺得他還蠻可愛的 而且他的BGM超級超級超級療癒 好啦,那 喔 這個是片頭動畫 我剛剛沒有點它 那我們先來稍微看一下 一些短短的片頭動畫 通常Bob們下來這款遊戲 進來的時候都會先看到這個小動畫 我們先來看一下吧 我覺得現在很多手機遊戲啊 他們都會有這種 類似像是 這種小小的片頭動畫 Tutu 這隻很可愛 是主角的夥伴 那Medico就是剛剛那個在瓶子裡面的傢伙 這些角色啊 我們稱他們為 在遊戲裡面我們稱他們為傭兵 但是我比較喜歡叫他們夥伴 因為有些 角色他們就是跟主角一起冒險的這些人 對,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一些 那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會有一些 在遊戲裡面稱為魔寵 但是在日版叫做Monster 對,就是怪物的意思 那這些Monster我們可以去 算是收服它嗎 然後我們可以帶著他們 跟我們一起 嗯 跟我們一起冒險 那裡面的角色非常非常多 只是日版的更新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 幾乎兩三個禮拜 它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小活動 所以 它很快很快的 就會一直有新的活動更新 新的活動更新 所以我覺得還蠻棒的 希望 台版之後也做得跟日版一樣棒 好,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主頁面 通常這種手機遊戲啊 我們的主角都會有個非常溫暖的家 而一個溫暖的家的必要條件 一定就是要有個萌妹子在家裡 等著我們的主人回來 跟主人說一聲 主角大人 辛苦囉 等著我們感覺才行啊 呵呵呵 所以這一間呢 是省省家裡的小萌妹子 沒有記錯的話 她的名字應該叫做馬鈴 Bob們可能會想說 齁 又是一款專門為男生設計的遊戲 那我們女生玩什麼啊 其實這款遊戲呢 它比較沒有那麼多賣肉的元素在裡面 它反而是賣萌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這款遊戲 它的男女比例 是我現在玩過很多手機遊戲 我覺得還蠻平均的 它的男女比例 我猜大概有3比2吧 2是男生 所以其實不只有 不只有女生而已 它裡面還有蠻多男生 Bob們可以稍微瞄一眼 偷偷瞄一眼看一下 那我的 我的角色 我的夥伴 其實並沒有很強 有沒有看到這邊都是男生 一個男生 兩個 四個男生 呵呵 我的火隊好像都是男生隊 但是他們都只有一星 阿神玩這款遊戲呢 台版只有玩三天 所以我的 呃 怎麼講 人品很差 都沒有抽到三星的卡片 全部都只有二星 不過 一樣是可以玩得很開心 因為我是一個 算是一個不喜歡 課金的玩家吧 相信有很多Bob們 大概也是跟阿神一樣 不是很喜歡課金 那這款遊戲 其實不課金也玩得起來哦 有時候 呃 三星四星的 反而會比五星還強 等一下後面會解釋給Bob們說 為什麼 那我們先回到我們的主頁面來看一下 嗨 我們又回到我們的主畫面了 在這個溫暖的小屋裡面 除了我們的看板娘子 還有一大堆有的沒有的案件 相信Bob們已經看得眼花流亂了 對不對 不過不用太擔心啦 差不多 當你自己玩的時候 過了五分鐘到十分鐘 你就大概知道 每個案件是做什麼用的 不過我們今天要從哪裡 開始介紹起呢 哼 我們從這個地方開始介紹起好了 任務 這個地方啊 就是這款遊戲的核心 也是我們破主線任務的地方 其實在玩這款遊戲啊 真的非常推薦Bob們 不要把劇情跳過 因為他的劇情是 他裡面的精華 非常非常的可愛 那裡面剛開始Bob們 會先到艾諾地區 在這個地方開啟你的冒險 喔 我是重新下載了這款遊戲 所以他會重新介紹 只是進入地圖的畫面 可以從這個地區中 選擇要挑戰任務 希望你能夠記好 這些冒險有利的事情 呵呵 為什麼要那麼嚴厲的表情啊 Medico 那是每個地區會出現的 魔蟲的屬性 所謂的魔蟲就是 Monster 就是怪物的意思 在世界中魔蟲分為 炎火風光暗 這個東西啊 炎火風光 炎火風就有點像是 神奇寶貝的火系 草系跟水系 那所謂的草系 就是在這款遊戲裡面的風系 所以它們是 循循相克的 水克炎 然後炎克風 風克水這樣子 那光跟暗系的差別呢 是光刻暗 暗刻光 所以它們兩個是互刻的 不過光系或者是暗系 打炎系 水系 風系的話 它的傷害只有70%的樣子 對 那五顆屬性 每個屬性都有相克的關係 哦 它剛剛說了 你把我 我先把你的話搶走了是不是 先確認會出現的魔蟲的屬性 用克制它們的屬性的戰隊 打敗它們 這樣子就容易多咯 好吧 接下來就進去到 任務最重要的畫面吧 嗯 魔蟲的父母 這裡 我們隨便打一個給Bob們看 那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地方左下角會看到 不對 有一個普通男跟超男 那這個地方它會有所謂的消耗 也就是AP的東西 我沒有破過這個欸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我這個 這個爛爛的隊伍打得贏 好啦我們試試看 嗯 因為我是 剛玩這款遊戲沒多久 所以我的角色都沒有給它升級 我全部都是拿去抽卡 然後結果抽抽抽抽抽 抽到現在都沒有抽到三星 呵呵 我就千全部砸下去了 在遊戲裡面賺到的錢都沒了 Alright 那它剛才會有一些小提示 Bob們如果無聊的話 可以用手去點它 那我們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召喚出我們的角色 也就是我們的夥伴 召喚出來 最右下角的那個地方呢 是 等等介紹 我們先 升級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有個所謂的SP 那 我們的補師是左邊這一位 好痛喔 嘿咻 然後我們先 升級一些角色 我們照理來說應該要先點右下角 但是 我為了示範給Bob們看 有沒有發現我們把怪物打死的時候 會噴出一些亮晶晶的東西 那些亮晶晶的東西就是所謂的SP 那 我現在在用的這種打法呢 這種打法叫做空氣盾打法 它可以縮短很大的CD時間 嘿咻 嘿咻 就是 把角色往後拉之後往前拉 那 我現在 現在 因為要一邊看電腦畫面 一邊看手機畫面有點忙 我把我的手機拿起來 嘿咻 這樣子好打多了 OK 那 而且現在在示範的這種動作 叫做空氣盾的動作 終於留上一些了 它的位置還有點便扭 它可以縮短角色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CD 那我們有沒有看到它 怪物死掉的時候 都會掉下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 按右下角升級 升級它的意思就是指 怪物掉下來的那一些 SP的能量啊 會更多 那那些SP的能量可以做什麼 可以用來升級我們的角色 我們每一場角色都會從一等開始 那 呃 空氣盾這個東西啊 還蠻重要的 因為像我這種 爛爛的隊伍啊 如果 呃 善用空氣盾的話 你可以避掉很多傷害 有沒有發現我往後走的時候 不會被 敵人攻擊 那 我後面有補師 還有法師 幫我撐傷害 所以 我這隻角色 雖然血量沒有那麼多 然後沒有那麼彈 但是 它可以藉用這種方式 就是 呃 避掉很多傷害 然後 呃 提高非常多的輸出 就像剛剛那樣子 幾乎是 幾乎是 不會受到非常 那種嚴重性的傷害 然後被 然後被擊倒 那我們的主角 我們看到 我們的主角在 最 後面那個地方 對 因為它是一個 算是 召喚師的那種感覺 我們俗稱它為 療癒師 所謂療癒師就是 當怪物死掉的時候 發現它們身上都會跑出魔法陣 就是我們主角對它 使用療癒的功能 那怪物的 呃 怪物的性情就不會變得那麼暴躁 所以 它們就會乖乖的不會 不會 亂搗亂這樣子 那 我發現那隻羊有點大 裡面的怪物啊 就像剛剛 呃 我剛剛有說嗎 好像沒有說 裡面的怪物 你只要選越南的難度 它們就會出現 不一樣規格的 不一樣規格的 呃 大小的怪物 那越大規格的怪物 它們的 傷害越高 有了SP之後 通常第四關卡 或者是第五關卡 都會出 魔王 沒有錯 那 通常都會是在 任務的最後一關的時候 卡當 這就是 呃 所謂的王 王怪 那 我們可以 釋放一些寵物 這些寵物 Monster就是我們 抓到的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左上角 這個地方 對 我現在點的這個地方 就代表 我這一場收服到兩隻 兩隻怪物 兩隻Monster 那 如果Bob們覺得時間 就是 打太久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右下角 這個東西 就是按住 它就會一直加速 但你可以點兩下 這樣子你的手 就不用一直按著它 它就會是 一直 它會是一直壓下去的按鍵 這個算是小佩卜 玩了很久 我才知道有這個功能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裡面最可愛的就是它的劇情 我們來看一下 愛比富地區 我打這個關卡應該會打輸 尋找 尋求草藥 所以我等一下認真打的話 我可能會沒什麼講 好 我們打個普通就好了 我好像連普通都破不了 這個關卡裡面是瘋隊 那我有嘗試組火隊出來 結果發現我的火隊啊 全部都是異形的 反而比水隊還更慘 是這樣的 在這個地區生長了草藥 還有活躍 活躍魔蟲的成分 這裡的故事的劇情就是在說 這邊的魔蟲非常的活躍 然後他們好像惹到 不是惹到 就是變得比較暴躁一點 然後影響到人類生存的那種感覺 所以 嗯 哦 哦 我想起來了 然後我們要 嗯 我們要一致這個傢伙 土土 土土就是剛剛Bob們在 封面看到那一隻圓趴趴的東西 然後Medico是一個住在水裡面的 算是水妖精哦 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來的 就 就現在我還不知道 因為我玩的劇情沒有到那麼後面 可能日版有 但是 我看不懂日版 所以 還蠻可惜的 不過中文版出的時候 還蠻開心的 終於看得懂中文劇情了 但是有點小小缺點是 他的中文翻譯啊 還是有點小小的錯誤 還有一些語意不通順的地方 希望之後會慢慢的改進 那Bob們看到的敵人 全部都是綠色的 所以代表他們是草 草系的 哦 不是草系的 風系的 那 基本上來說 嗯 我們用水隊打這個 非常的 非常的難打 我覺得我要滅團了 我們 死了一隻法師 把法師叫出來 那一隻小鱷魚 小鱷魚的攻速比較慢 而且他們的 所謂的耐性比較低 我們只要砍他們一下的話 他們很容易就會後退 所以我可以 還蠻好壓制他們的 角色有分所謂的耐性 所謂耐性的意思就是說 當受到攻擊的時候 會後退的程度 那 我們這一隻 前面這一隻 箭矢啊 他的耐性 還蠻低的 所以他打一打打一打 常常會 一直不停的往後退 那我們留一點 我們留一點SP 以備不時秩序 哎呦 剛剛小小盾了一下 手機不夠力 欸咻 用力敲 有沒有看到有時候會出現一些 不是我角色的 不是我角色的人 他們頭上會有一個 計時器在那邊倒數 那 哦 出現了一個 感覺蠻厲害的傢伙 黃色的字 哎呦要死掉了要死掉了 死掉的時候 如果我們 呃 我們 對角色用Guts 所謂的Guts 就是用SP升級的話 他可以 呃 瞬間回復一點血量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 補師給點高 把我們的後勤也點高 這樣子 然後留一點SP 到下一個關卡 第三關 嘿咻 稍微加速一點 哦 出現了工會裡面的人嗎 那個是工會的人的意思是不是 其實我不太清楚 紅色 呃 黃色字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工會裡面的 工會裡面的朋友來幫我呢 我覺得我這關已經卡了兩天了 呵呵 我一直在把 我一直在把賺來的錢拿去 拿去抽卡 想說抽 三星啊 四星 結果 我都沒有拿來升級 我記得後面會出現一大堆 所以有點恐怖 我們這邊用空氣盾稍微打一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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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咻 我們把火系的給燒掉之後 這邊出了幾隻龍 這龍的傷害好像蠻高的欸 不過是火系的 有沒有發現他們耐心就比較高一點 比較 比較難敲 我們稍微 用我們的小寵物 增加一點傷害輸出 欸咻 欸咻 他們血好厚喔 有了有了 解決了 最後一關是王的關卡 那 不會 不會實況的時候會過吧 有點開心 一樣留一點SP 然後把一些SP投資在其他身上 有沒有發現我們 多了一個附加的狀態 就是 我們對暗屬性的傷害會變比較高一點 這是什麼大攻擊 呵 唉唷 差點死掉 欸咻 Kissing Kissing 那 召喚一些 召喚一些魔寵的時候啊 也就是召喚一些Monster 幫我們打怪的時候 呃 連續召喚的話 傷害會比較高一些 一點小撇步給Bob們知道一下 如果角色走到最後面的時候啊 他的回復速度 會多一個 會多一層回復速度 所以會回復的還蠻快的 塔登 打贏勒 呵呵 沒想到會打贏 塔登 再來介紹一點 其他的功能給各位Bob們 Bob們應該可以看到這邊有什麼的 種子 所有的種子就是Monster啦 那下面有進化素材 有時候我們在打一些關卡的時候 會得到一些進化素材 還有一些 工會的建材 這些工會的建材 可以去幫工會做一點小小的投資 那 吼 土土變得有精神 真太好了 蛤 沒想要用草藥也可以治 蛤 不一定要用魔法呢 蛤 菲莉亞呢 我還以為 Kamiko 呃 我和Kamiko一起旅行 還以為學了好多東西 缺點都沒有搬上嗎 左邊那個角色啊 也是我們的夥伴機 我們可以用它 它算是補師 沒有那麼回事 魔從的生態系統那麼複雜 菲莉亞 不再就完全不知道了呢 菲莉亞最後努力了 一起好好加油吧 吼 戀愛的因素 而且 對自己還不滿意的話 只要再多努力一點 學習就可以啦 從村子裡出來的時候 菲莉亞不是就有帶著 呃 帶著這份鬥志嗎 吼 原來是這樣子 謝謝Kamiko 我也會加油的 喔 得到一顆鑽石 除了鑽石呢 就是你可以拿來抽卡的東西啊 那 你破一些劇情的時候 都會送給你一些鑽石 因為我覺得 這個設定還蠻棒的 雖然我用鑽石 最多最多就抽到四星 在日版的時候 搜到了一個 叫做 YAMA YAMABOOKI的樣子 一個角色 喔 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裡是不可思議的噴泉 然後在這個地方 可以得到一些 小小的道具啊 一些金幣啊 然後還有一些BP 每四個小時可以領一次這樣子 TADAN 所謂的BP呢 是打工會戰的東西 那 呃 稍微跟Bob們介紹一下 工會這個功能好了 工會這個功能啊 工會的工會長 他可以決定 要不要打工會戰 那 你可以投資一點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政材 我們可以把一些東西投資上去 像 我要投資這個 5500的話 現在 整個工會裡面 只要加進來的話 你的剛開始的SP的值 就是我們升級的那些值啊 他只有575 但是如果我們投資下去的話 讓我們投資個5000 TADAN 幫他建一下 他現在是23等 然後我們再投資個1000 嘿 確定 這樣子他就會變成24等那樣子 有沒有看到 變成600了 所以在下一場開始的時候 我們工會裡面所有的人 他都會再多600 所以他算是一個 還蠻棒的一個 蠻棒的一個功能 所以Bob們 剛才你在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想說 喔 自己的SP怎麼那麼少 你可以找一個工會自己加入喔 那 呃 工會這裡面啊 你還可以跟工會們 呃 工會的朋友們聊天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 他們的一些狀態啊 之類的 噢 芙姿 呵呵呵呵 我們的工會裡面有芙姿 那在日誌這裡面啊 你可以看到工會 像大家日常打招呼啊 安安安 嗨嗨啊 之類的那種感覺 那 工會裡面還有工會站 但是我現在 日版跟台版的這個工會 或者是日版的工會 我都沒有加入工 呃 我們的工會都沒有打工會站 雖然日版的前面有 但是 因為要整頓一下風氣 所以工會站 工會長 先把工會站給關閉了 所以 工會站其實還蠻好玩的 Bob們如果有玩這款遊戲的話 一定要去試試看工會站 那 我們來抽個卡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會不會運氣比較好一點 這裡是介紹所 你可以在這邊 召集到可愛的夥伴們 共有三種方式 一種是鑽石招募 對對對 反正就是 有分鑽石 還有錢錢 這裡啊 可以用遊戲裡的錢錢兩萬塊 可以抽一次 保證兩星以上 那 如果是一般的話 就是兩千抽的這種感覺 那這邊有個所謂的勳章交換所 跟Bob們說一下 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為什麼 三星四星會比五星還強 五星這麼說好了 五星應該算是有課金的人 才養得起的角色 的意思是為什麼 這邊有所謂的覺醒之書 那 角色升級的時候啊 不是 角色覺醒的時候 他會 嗯 這麼說好了 我要再拉到最前面 每一個角色 他會有一個擴充槽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 浮石孔 這個東西 那浮石孔呢 剛剛我們在打副本的時候 打一些 主線任務的時候 他都會掉一些 掉一些這種石頭 那你可以裝備在他們身上 那你的一個角色 只要覺醒一次 他就會多一個浮石孔 他就會變兩個 變三個 變四個 那每個角色 他都可以升級 這邊有個強化 那我們可以強化他 看我們的那個 阿雷克劍士 他可以升到四十等 但是如果他 嗯 他叫做什麼 他覺醒的話 他就可能 可以升到五十等 所以他的能力 就會變高一點 那我們剛剛可以看到啊 覺醒的方式 其實有兩種 一種方式就是 買剛剛的覺醒書 在我們招募這邊 有個勳章交換所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買覺醒書 買二星覺醒書 三星覺醒書 四星覺醒書 五星覺醒書 Bob們應該大概就知道 為什麼了吧 他的五星覺醒書 他需要五百個勳章 才能夠覺醒一層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 客進的玩家 像是阿神這樣子 我們可以弄個三星 四星 然後花150 或者是300 然後用一個角色 他是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次覺醒 一個角色好像可以 覺醒非常非常多次 好像聽說最高 可以到15次的樣子 所以 你用一個三星四星 覺醒很多次 會比一個五星 大概覺醒一次兩次 還強上很多 所以 如果沒有辦法 客進的玩家呢 應該比較難得到勳章 勳章得到的方式 有好幾種 一種是打工會戰 一種是像是 我們剛剛在 這個神秘之泉這個地方 你會拿到 有機會會拿到 一兩個勳章 又或者是 我們去日治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去 幫工會裡面的人 救援啊 就會有機會 我們花一點AP去幫他 然後 喔 有沒有看到 得到50金幣 還有一個勳章 就會有機會 得到一個勳章 那一天好像 最多只能得到 兩個勳章 所以勳章的收集 非常非常非常難 不要隨便亂花 那 我的建議呢 我的建議是 盡量都拿去換 拿去換覺醒書 除非你有特別想要換的傭兵 你再來換傭兵 會比較好一點 對 因為其實裡面的傭兵 不是那麼的強 寧願投資在 覺醒書上面 我會覺得是比較好的選擇 對 所以有時候啊 爆本不要太質疑五星 五星其實就只是拿出來 讓別人炫耀 就是放在自己看板 看板娘這邊 放在炫耀的而已 那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得到一個勳章 打蛋 所以工會的功能啊 打工會上也可以得到勳章 然後好像抽一個鑽石 也可以得到一個勳章 不是抽一個鑽石 抽一個鑽石抽 也可以得到一個勳章 就是這個地方 得到10個勳章 所以 我剛剛才說 為什麼 課金的人才養得起五星 那是因為課金的人 會一直花鑽石 會一直花鑽石 那他就會有一大堆的勳章 那我們窮人只能花金幣 呵呵呵呵 交換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可以交換到三星 這種金幣交換 最高最高好像可以交換到三星 那 我有個迷信 我很喜歡在上面 畫一些奇怪的符號 然後再放開 我在日版這麼抽 都可以抽到好角色 在台版都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抽到什麼 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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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呵呵 有沒有發現這些角色啊 我都已經有了 啊 剛剛說到覺醒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抽到同樣的角色 有沒有看到中間那個戰 第一個戰是 我們從 覺醒等級1 變成覺醒等級3 因為我抽到兩張 一模一樣的 呵呵呵 那 一星好像最後只能覺醒5次吧 Alright 那 看樣子運氣不是這麼好 我要再繼續抽下去嗎 我再抽一次好了 抽到完 呵呵呵 抽到完 呵呵 一定可以抽得到的 好 好 賜給我神奇的力量 嘿咻 嗨 一星 看一下喔 一星一星一星 又都是一星 再一次 我不信邪 呵呵呵 我記得我昨天好像抽了兩萬 兩萬去了對不對 結果一張二星的都沒有 我不如直接拿去抽一個兩萬 所以這這種就是看人品 就是 人品 人品好就會抽到二十 嗨 嗨 關掉台服了 我們來玩個 日服 呵呵呵 今天的實況差不多剛才到這了 來看一下我日服的一些角色 還有一些東西 也許可以打一小場 讓Bob們看一下就是 呃 比較偏向前中期的時候 大概玩起來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Bob們剛看到了就是前期的感覺嘛 那 我現在用這隻角色 打一次 呃 後期 算是 不算是後期 應該算是中前期的感覺 那先來看一下阿神的隊伍 阿神的隊伍裡面有 這些角色 這隻角色呢 就是 呃 Yamabuki 如果沒有念錯的話 Yamabuki 啊 我怎麼看角色 要到 首頁 有沒有 換到日版就不太會玩了 因為都是 看不懂的文字 呵呵 這隻Yamabuki呢 它是上一個活動裡面的 算是 副主角吧 這隻角色還蠻可愛的 我還蠻喜歡 還蠻帥的 有沒有 這隻其實 不只是 全部都是萌妹子的遊戲 還有年齡欸 32歲 呵呵 其實不都是 呃 只有 就是 男生 喜歡玩的遊戲 我覺得女生有時候 也許會 也許會蠻喜歡這種風格的吧 對啊 像這隻角色啊 也是 上一個活動送的角色 它其實送很多很多很可愛的角色 它都會送 呃 兩星啊三星 這次 這一次的活動 這一隻 對 它是 一隻三星的角色 還蠻可愛的 聖角技 好像跟什麼活動有 有關聯的樣子 我記得在首頁的時候有看到 不過我看不懂 我們看到正上方 我們的Yamabuki頭上那個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橙上 Medico 對啊 那我們來玩一場囉 我們來打個 啊 剛剛忘了介紹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活動的任務 再次把它 差不多兩三個禮拜 就會換一次 那我們要打哪一個呢 阿神打過困難 困難其實還蠻難大的 來給爆門看一下好了 我先把難度 難度調回去 先把上級 我們把難度重置 Alright 在這種 像是 呃 打一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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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啊 通常你打越多次 它的難度會變得越難 那上級 我大概可以勉強打得贏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來打這個東西 喔 日版這個東西啊 它都是日文的 然後 它的連線速度 我覺得 跟台版沒什麼差別 所以玩起來 並不會有那種 頓頓的感覺啊 然後它也不會擋 它也不會擋IP什麼的 所以如果爆門想要玩日版 或者是台版 都可以喔 我兩個都會繼續玩下去 希望台版抽到好卡片 呵呵 那我們先打的這個就是活動 登登 我們先來召喚 召喚 一些 角色 通常 我都會 用我這一隻 這一隻角色啊 現在中間這一隻角色 就是這個 很像拿強槍的角色 這隻角色是主線任務送的角色喔 啊 說錯了 是最左邊這個 那阿神把他升到四星 我是從三星升到四星 嘿 有沒有看到我們亞麻布奇的攻擊傷害非常的高 砍一下就是非常非常多滴血 一千多 嘿 那我們一樣可以用空氣盾 的這種方式 然後 造成非常快速的輸出 嘿 解決掉第一波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的坡數是五坡 還蠻多的 我們稍微把我們的 稍微把我們的 Guts給點上去 也就是我們 呃 每一場剛開始的等級 點上去 那這款遊戲裡面 光隊啊 他是算蠻難 蠻難形成的一個隊伍 因為他的角色 很難找到 適當的定位角色 像阿神現在這個隊伍 其實很不合格 因為 呃 他的 有些角色並不是 並不是那麼強 所以 他算是一個 還沒有成型的隊伍 不過 我還蠻喜歡這一隊的 所以我想玩玩看光隊 那 精英BOB們剛開始從 呃 水隊 或者是 或者是 火隊 或者是 封隊 這種 比較 簡單的隊開始 那我們先往後推一點 這個就是阿神剛剛講說 會麻痹11秒的 11秒的 呃 11秒的 王蟲 那 現在看到右邊刺的刺子啊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王蟲 這款遊戲就是 小心你不要 突然被秒殺 像後面那隻蝙蝠 他是非常 高傷害的 高傷害的怪物 所以 看到那隻我通常都會 通常都會先把他 就是前排的先解決掉 然後迅速的把那幾隻 高傷害的蝙蝠給解決掉 因為他們咬一下就是好幾千滴 好幾千滴 所以非常的恐怖 看到蝙蝠要小心 有沒有看到我剛剛 聖劍噴了一千九 那如果是多隻蝙蝠 一起來的話 可能好幾萬滴血就不見了 好 我們要用空氣盾 多隻的時候 就是 要 發揮他空氣盾的 空氣盾的方式 然後 我們稍微 把後面幾隻給解決掉 像剛剛阿神開的這隻 很像冰的這隻王蟲呢 他的功能就是 可以讓我們得到的SP變多 好像增加30幾%的樣子 還蠻多的喔 喔 兩千多滴 解決掉第三波 這樣我們來看一下第四波 呃 我沒有記錯的話 上級的 上級的boss好像會一次出兩隻 所以還蠻恐怖的 那個傷害 戳蝙蝠 戳蝙蝠 那蝙蝠他的 缺點就是他們的血很少 而且他們的耐性很低 所以戳一下他們都會往後退 所以只要一次不要遇到太多隻 戳不到蝙蝠 那就糟了 像我記得上一個活動啊 就是左邊這隻怪物 他是遠距離攻擊的 然後 通常前面會出一些很坦的怪 像是王啊之類的 他們就偷偷躲在後面 尤其他們非常非常非常的痛 所以打起來 打起來還蠻辛苦的 那這邊有九隻 後面有幾隻蝙蝠 我們直接 花一點SP把他給秒掉 在這時候開增加SP功能的亡蟲 是因為 之後起除完這一波的時候 我就會有更大量的SP可以去使用 不要看那花五百一千 但是事實上 如果投資在這裡的話 這一關結束之後 得到的SP反而會更多 順帶一提跟Bob們說一下 如果你的角色啊 在弄中死掉的時候 你要重新召喚 他會從 等級1開始 就是下面的Guts 會變成1開始 你會等於會 浪費非常非常非常多的SP在他身上 所以小心不要死掉喔 那這邊出了兩隻 規格外的怪 我們剛開始 我習慣 把所有的角色 技能全部都丟下去 7000傷害 其實點這些 王蟲的 順序 也有分 因為他 點第一下 是乘以1.1 點第二下是乘以1.2 所以Bob們要自己去 抓出 你點 王蟲的順序 好 那 我們一樣是用 空氣盾先去 消耗他一點血 等我們的王蟲CD完之後 再把高傷害的點出來 OK 那這些王蟲啊 牠們大小 牠們大小有差別 如果你打死牠 還有掉王蟲的 種子的話 那 你得到的那隻王蟲的 傷害就會特別的高 還有分大小 那 呃 上級會遇到的是 兩隻同時一起 如果打比較慢的話 第三隻還會跑出來亂 那我們剛剛得到了一點 就直接把牠給秒掉 你看我們可不可以 不需要打最後一隻 這邊有個很可愛的設定 就是當你把所有的怪 全部打死你 到最後面那個 到最後面那個點的時候 如果怪還沒出完的話 你可以 直接結束掉 有沒有看到我們 啊 出現了 可惡 像如果我們剛剛走到最後面那一步的時候 啊 我們可以直接結束遊戲 就不需要打到後面那些怪 那我們也會得到牠們身上有的道具啊 一些東西 那 之後我們慢慢的把這隻怪給磨掉 按個加速 一隻怪的傷害 應該是不能包括把我摸死 所以我就直接按加速 慢慢的把牠給摸死這樣子都ok了 像剛剛打那麼慢的原因是因為同時兩隻的話 我們可能會需要想一些策略 怎麼去避開那兩隻 好 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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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這就是 比較 呃 算是 中期的 中期的玩法 這樣子 呵呵呵 那我在日版這個地方啊 跟公會長還算是蠻好的朋友 我用我的破英文跟他聊天 對 這是我們的公會長 我不太會念他的名字 不過他教我了一些東西 像我現在這隻腳是啊 YAMABUKI 是不是 就是他教我的 我覺得他蠻可愛的 喔 這個地方要重新介紹了 那在公會這個地方啊 其實可以看到 我們的公會的建設都已經很高很高很高了 像我應該可以一次投資 這樣子吧 投資下去 那他一起可能就增加一千多 所以 這款遊戲有沒有公會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BOB們如果要玩這款遊戲的話 可以找一個公會 或是找朋友 如果你陪我20等 可以自己創一個公會 自己一起玩 Alright 差不多是這樣子 今天的 呃 今天的小小的實況 小小的實況 今天的一個TIGON的實況就差不多該按到這囉 希望BOB們喜歡這款遊戲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也可以關注我 喔 忘了教BOB們怎麼關注對不對 點一下右下角 不是 不是這裡 點一下這個地方 嗯 找一下喔 是這裡對不對 有了有了 左上角 7CIA 然後IHP 這是我的邀請嘛 所以BOB們如果要就是加我的話 你們可以到哪裡來著啦 你們要到個人這個地方 然後好像有一個檢索 然後輸入你們剛剛看到的那一串 對 就可以囉 要不要再看一次 沒有看到的應該可以自己倒帶 那來看一下我 中文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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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的邀請馬 剛剛我看到我的日文了齁 中文跟日文不是互通的喔 所以BOB們如果要在日文版找我的話 去下載日文版 在中文版找我的話 在中文版 那我們到中文版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我的邀請馬 喔 點了好多下卡在這個畫面 手太癢了 有時候在等這個畫面 都會在那邊一直隨便亂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中文版 選單這個地方 然後滑下去有一個 活動邀請 Alright 這是我的邀請馬 YNDU5UC這樣子 那如果BOB們要找我的話 到個人頁面 然後去這邊有一個搜尋玩家 這個地方 輸入你的邀請馬就可以囉 不對 輸入我的邀請馬 你就可以找到我 然後裡面可以有一個 追隨啊什麼之類的東西 Alright 那今天的推廣差不多該 那我就囉 希望BOB們跟阿神 我一樣很喜歡這款日系的 手機遊戲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在左上角有個喜歡 在左上角有個訂閱 隨便訂閱影片頻道 隨便跟影片動態 我們下一個節目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